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热身 大家都知道热身是我们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它可以提高温度防止受伤 还可以提高运动表现 那传统的热身呢 你就会想到去跑步机上面 跑个5到15分钟 这个可以提高温度防止受伤 但是对于运动表现提高没有那么的大 今天我们不说它 我们要说的是动态平衡热身 不仅可以提高温度 还可以提高运动表现 关于传统的健身呢 有想到跑步机跑步 那我说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差距 比如说跑步机跑步 你可以想到 今天我训练这么累 我跑完步以后吃点什么 你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想这个 你可以一边跑步一边想 好像跑步机美女身体还不错 这最大的差距就是 你可以分心 你可以不集中 如果是动态平衡热身 你必须要很专注 举个例子 当我抬起一条腿以后 我已经挑战了我的平衡 这个时候我就要精神很集中 我要去掌握平衡 如果说我不是很专注的话 这里如果走来一个美女 从我身上走过 我在看她 我在看她 这个美女又走过来 走过来 多来几次 我整个身体就没办法 很好地去控制了 所以说加入平衡的热身 就算身边有美女走过 你也必须要很集中于 要训练的肌肉 你才可以完成 那我呢通常会把它 分为我们的下肢 以及上肢 这里我先介绍 我的下肢的一个动态热身 给你看 抬起腿以后 我会把我的重心 推到前边 慢慢地蹲低一点点 好 慢慢地起来 我不断地转换我的重心 把它转到侧面 一点点 我的热身目标 就是要热身我的膝关节 怀关节和宽关节 不断转换热的重心 虽然说那里是录像机在录我 但是我不能看它 因为我为了要保持我的平衡 我必须要很集中 精神很集中 放在我的训练顶 放在我的目标热身肌肉 目标热身肌肉 我通常 这个会做十次 装以后 不仅我的温度热了 我的精神 也很能控制到 我即将要训练的肌肉 能够提高我的肌肉的运动表现 同样的 我的上肢也是会用 动态平衡热身来热身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我不是 很好地去控制我的动态 平衡 那我只是 把我的手 快速地前后 左右左右 前后前后 而身体扭来扭去 动来动去 我还是可以再想 好像挺漂亮的 精神 还没有跟你目标的 联系到一起 怎么样才行呢 举个简单例子 把我们手分开 膝盖起来 我每一次抬起手的瞬间 其实我已经少了个支撑点 我必须要把我的全身收紧 我才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住我的肌肉 控制住我的平衡 控制住我的平衡 所以说 这个时候才可以最大化的去 用我的神经来控制我即将目标热身的肌肉 我呢 左右会做十四 前后也是一样的 抬起手 慢一点点 慢一点点 对 你每一次离开的时候都是平衡 都是在平衡中 前后也会做十四 左右十四 前后十四 肥巴会做两个来回 你的整个核心和你目标 要热身的上肢的肌群 就会有一个最大化的一个热身和激活 可以让他神经更好的控制到肌肉 所以说 当你在下一次热身的时候 你是会选择跑步机呢 还是说动态的平衡热身呢